音樂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趙立盤中 健股資金的一個解盤節目 那當然今天早餐一度砂210點 那不過目前指數來講 出現由黑翻紅的一個走勢 我想在砂盤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各位投資朋友們 有可能会非常的害怕 可是在今天的盘前 因为礼拜一礼拜四 我都在东森盘前 8点45到9点 有进行盘前的一个连线 其实在连线的 今天的连线过程当中 我也举例了几个东西 几个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说 到底是正常的回档 还是去杠杆化 那我也很明白地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地方 它应该只是一个正常的回档 并不是大幅的一个去杠杆化 那当然我们不是从线形等等 线形你看很恐怖啦 其实线形很恐怖 我们是看一些的指标 就从我之前刚刚讲的 其实我不太看技术面 技术面都是参考 不是说不看啦 KDRSI这些技术指标 其实说真的 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我们要看的是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像油价 像CRB 商品期货的一个 所谓的报价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那其实另外一块 你也可以看美元指数 你也可以看日币 跟人民币的搭配 你也可以看很多其他的指标 而不是你们看的 这些技术的指标 其实讲真的 今天的技术的指标 我看一下 盘中一度早盘 一度大跌214点 你看这种线形说真的 你会很怕 因为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季线一度跌破 跌破一定很多人挺损啦 那当然现在你又可以事后又讲 因为又重新站回季线 所以你又可以乐观 可是当今天早盘跌破季线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恐慌 你是不是很害怕 那其实很多的东西 我都跟大家报告 真的不要一直在看技术面 不要一直在看什么KD RS MACD 看那些不会成长的啦 看那些真的不会成长啦 所以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进行说明 有些东西其实前几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只是说我都跟大家报告 其实你看我们的解盘 跟一般的分析师 不要说跟一般的分析师 跟99.9%的分析师都不一样啦 因为我们都是研判未来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指标 来研判未来 而不是说在那边四马后炮 你知道吗 当线形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说真的我不太看 我不太讲线形啦 因为其实讲线形说真的有点low啦 太low了啦 其实我很久技术面的部分 其实我也超厉害的 真的喔 好啦这些我先不讲 那我只跟大家讲 新选个股除梦踏实 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五成附近 那这个盘式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要怎么观察 等一下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这些的东西在前几天 我都陆续跟大家讲 那大家担心的 因为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大盘多一点 因为当你不知道大盘 现在的趋势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你要买股票 你要卖股票 其实讲真的 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比较赶 今天沙白的过程当中 你到底是要加码买进 还是你要续报 还是你要卖出 甚至于全部股票卖出之后 再加放空 你要做哪一个动作 你知道你该做哪一个动作吗 对不对 其实我建议你的动作就是一样 跟如同之前你所讲的 持股五成附近 精选个股 竹梦踏实 当沙白的过程当中 假如他没有真的产生 所谓比较系统性的风险 因为从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从一些的指标 我们看得出来 基本上判断的出来啦 判断啦 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对 其实你看我的节目久了 你也知道 我都跟你们大家报告 我们没有百分之百对 因为我们不是神 因为我们是人 大家知道的意思吗 其实你看了这么久的时间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解盘 真的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因为其他人只是在马后炮 因为其他人只是在看图说故事 而我们是真正的在研判未来 对不对 我可以拿一些的指标来跟你讲 当这些的时候 没有真的极度的恶化的同时 这个大盘说真的不容易 连续性的重挫 就是说它不容易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假如真的产生系统性风险 我说真的 那就是我的研判错了 那基本上来讲 就如同我所提到的 见谷资金 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叫见谷资金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一些的经验 不是技术面的经验 我们是从过去的 不管升息什么等等等等 来过去的走势 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它产生怎样的走势 来研判未来有可能的走势 这个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在那边追高杀低 当然像最近的大盘跌 说得我们的持股 当然也会套牢的部分也是会有啊 可是呢 你一定要记得 当大盘慢慢走稳 好的股票一定会涨得比较快 不一定第一天就涨得比较快 可是之后一定会 理论上它会涨得更快 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那很多的观念我也跟大家讲 比如说大家讲的高股息 现金殖利率 对不对 油市场嘛 最近的大盘跌 他们不是跌翻的 货柜没有跌翻吗 面板没有跌翻吗 你们面板更夸张 大摩要跳出来调降平等 到中一 你说有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该怎么办啊 你们看新闻 看媒体看报纸 我只在那边拆来拆去看技术面了 我不知道你们该怎么办 今天的大盘是不是又是台系电领星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都在想 你只要你的看法是正确的 其实你的胜率就高啊 你的胜率就高 当然 当我们看错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会赔钱 这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相信 我们看 只是 不要说相信 因为我们验证过去 其实胜率高的状况是 像我们total下来 其实赚钱的机会它是大的 只是要一些时间 要一些时间 我想一开始 有感而发跟大家讲 而不要跟着市场在那边瞎起哄 不要跟着市场人云亦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高股息之力的股票 只要设置真正高股息之力的股票 那不是跌下来更应该买吗 因为它的股息之力不更高吗 为什么跌下来要停损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所以那个逻辑根本是错的啦 就是说你 它不是真正的 所谓的价值型的高股息之力率嘛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我讲很多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你懂不懂 不懂你就继续看下去吧 看久了你总会懂的啦 你总会慢慢的了解 慢慢的懂这一些投资的观念 跟正确的投资的知识 大家知道吧 好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大盘它是一个正常回档 应该不是 目前来看应该不是去杠杆化 大幅去杠杆化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这样跟你讲 因为我们等一下来看 我会跟大家报告 来跟大家分享 而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这些东西 因为我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我在把我的头裤当过副总 我很年轻就当副总 30几岁啦 券商里面当券商头裤副总的 其实说真的应该全台湾 我最年轻啦 我最年轻就当上副总 元大头裤的副总 奔雅证券的副总 其实说真的 在台面上没有这种资历在跟你分析的啦 没有这种资历 没有这种履历来 在台面上跟你分析的 没有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啦 我就说连头裤的不要说经理 连箱里都没有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连头裤的研究员出来当分析师的都很少啊 不要说头裤券商的副总 所以有时候我跟大家报告的东西 其实你真的要认真听 你要参考啦 当然我一直强调 我们东西不一定对 不一定百分之百对 可是我们对的机会非常高 我一直强调这句话 因为我们是从基本面的角度 来跟大家进行展望的未来 我想还是一句话 控制好持股比重 很多人问我报股 怎么报股 要不要报股过年 我一直强调 你就报你睡得着觉的股票 睡得着觉的部位 持股比重 OK就这样子 你真的觉得你两成 你睡得着觉 你就报两成 你觉得你六成睡得着觉 你就报六成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 它是封关11天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持股的比重 那我一直跟大家报告 是五成附近 五成附近就是说 你自己去调控 你是因为真的过年的时候 说真的 这段时间比较尴尬一点点 说真的是真的比较尴尬 那我也不建议你持股 真的全部卖掉啦 不过你假如真的你觉得连 你一张股票你抱着你都会害怕 你都会睡不着觉 你都要在过年的这当中 你都要每分钟 每秒钟在看美股在盯盘 那我跟大家报告 假如你抱了一张股票 还一直在盯盘 看美股 我建议你就不要报股票 就不要报股票 因为每个人的承受度 它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资金的部位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就抱你睡得着觉的 持股比重 好好的过年去 我认为其实在封关的这段期间 其实美股不会太差啦 当然这是我的研判 而我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研判 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我觉得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当然也不要太嗨 你不要今天又拉着下 你就非常嗨起来 又觉得好像又要大涨 你去也不要这样子做啦 就是我们就是持平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看这一些基本面的变化 一步一步的摸着石头过 用比较安全的方式 用比较安全的方式 而不是一直在追高杀低 我想跟大家进行报告 好来 那以同为敬可以生育观 以骨为敬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可以明德斯 其实当你慢慢的了解这些的道理 让你慢慢的了解 其实你就会比较不害怕 你就真的会比较不害怕 虽然跌大家都会怕 不过假如说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回档修正 而不是真的是系统性的风险 其实说真的控制好持比重 精选个股 好 那这就是我们建股资金的由来 名字的由来 那要记得 加light lightgoe158 或者是扫QRcode 这些都有我们的 要记得按点我 要记得点我 按加1 然后还有Telegram GOD58 扫QRcode也可以 FB建股资金王兆立 FB 那还有YouTube 王兆立分析师 要记得按赞 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或扫QRcode 好来 那这部分来讲也是我盘前跟大家讲 其实部分的东西 在前几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FED的紧缩政策 VS股市大跌 殖利率的上扬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过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等一下我让大家看 我说殖利率 其实10年期公债殖利率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其实这三天都跌 那你之前一堆人在讲 10年期公债殖利率涨股票跌 那你现在这三天的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跌 那为什么股票还是跌 你可以跟我说出一个道理吗 大家就说真的 大家就怎样 大家就忘了这件事了 就忘了你知道吗 拉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 又要开始跟你讲 你看10年期公债 那不要每次都马后炮 很多的东西不要因为股票的涨 就拼命去找利多 不要因为股票的跌 就拼命去找利空 然后找来了之后 其实都不是这个 我问你一句话 假如现在的 现在 最近这三天 前三天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假如市场预期的利率 费的会更加的鹰派 假设会更加的鹰派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10年期公债殖利率会跌吗 会连跌三天吗 不会嘛 搞不好是连涨三天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假如更鹰派 更鹰派 更鹰派 不是嘛 所以现在的跌是因为市场认为 肺的更鹰派吗 这三天的跌 不是嘛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很多的东西你要去了解 不是这样的状况 好 那有怎样的状况吗 你一定会问我 那到底是怎样子呢 对不对 到底是怎样 那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10年期公债殖利率 跟股市的关联性 其实真的没那么大 大家之前不信 因为前几天在殖利率涨的时候 股票再跌的时候 大家都相信 再次殖利率只要一涨 股票就要跌 对不对 这前三天 再次殖利率跌 为什么股票不涨 你可以去反问那些专家 自称为专家的人 一堆人在那边 讲一堆这种话 我那时候跟你讲什么 我是不是拿这个10年级公债殖利率 跟股市来跟大家报告 对不对 我说过 再次殖利率涨 这边股票还不是涨吗 再次殖利率跌 股票还不是跌吗 就是不一样 那不一定是正相关的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大家被这个市场已经误导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 反正我讲这种话好像是我讲错 他的话好像超级 你讲什么 我说我讲的才是对的 你知道 所以有些东西认真的研究 你会找出一些端倪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在像这种跌幅 其实科技股不一定比S&P 或者是道琼的跌幅 来得重脚 拉长时间来看 那修正最主要是修正高本益比的股票 对不对 很多人说台系列 买它的高股息 它的殖利率不高所以要跌 那今天为什么有台系列领均 我搞不懂 其实那假如今天是这样 那今天不是都要高职业的股票来涨吗 对不对 有些我真的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啦 你们自己最好节目 真的 找多找一些人来听 你的亲朋好友找来听 才不会受伤 那一些不好的 错误 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资讯 没有价值的节目 甚至于会误导你的资讯 跟误导你的节目 拜托不要再听了 会害死你的 会害死你 那你看美国时间期公在殖利率 那时候最高 礼拜三最高的时候是1.8988 上周五收盘的时候是1.7669 其实也跌了0.13啊 大概0.13 不多嘛 也很多吧 对不对 到底是正常的回答是去杆杆的话 我拿几个指标让大家看 我拿黄金 比特币我跟大家报告 原油期货 商品期货的价格 跟原油 那另外股市来的超级 看来还没结束 这是今天的新闻 我科技股苦难还没结束吗 一个Netflix的财报不如意义 股价跌了20% 大家就拼命在喊 你看科技股 对不对 我也搞不懂 其实我真的搞不懂 我是 科技股是怎样 所以台积电是得罪了大家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要买其他的 哎呀 这 我就说这些人真的很好笑 连有时候老戏 我不想讲了 不要点名人家啦 好来 微软苹果 Tesla的财报 是要抢救股市 还是拖累股市呢 Netflix不好 目前来看 微软跟苹果 跟Tesla的财报 应该会优于市场的预期 目前来看 假如可以这样 当然 这个因为我们说真的 我们也是进行研判而已啦 那假如会 这个股市 就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 反弹或者是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假如真的是 弱于市场的预期 那确实会比较麻烦 那这个等一下财报的部分 时间我会再跟大家讲 所以 当然我们是一步一步去 因为财报的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又没有那些 我怎么会知道 只是以现在我们的预期 好 来 那再跟大家讲 封关日 最近这11天 大概融资减了140亿 从18619高点 到上礼拜五 大概减了这样子 那关键吻盘 台积电 联电 联巴克 IC设计 MINILEE的这种族群等等 当然其他的跌生的股票 也会满台 只是主轴在哪里 对不对 你看今天台积电是不是涨 是不是台积电的银进 你看今天联巴克是不是也是涨 对不对 你今天联电虽然没有涨 可是今天联电至少 是不是相对上来讲也比较抗跌 对不对 好 那另外的MINILED有的找盘拉起来 现在当然有点获利回土卖啊 不管 可是我觉得那个都会起来 那部分的IC设计不自己也起来 你们看到的面板有拿群状跌3% 或许有盘会拉啦 可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是一直跟大家讲 这种反弹的时候 你不要去买 你买这种干嘛啊 买这种没有意义的股票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我不知道 你听得下去你就听吧 你听不下去说真的会没办法 好那这些 这些的部分我想我都说过 我不再多做说明了啦 真正会跌的时候是 其实是缩减资产付债表 这个观念我也都跟大家讲过 这个的 你事后看看吧 照过去的经验是如此啦 照过去 比特币 比特币的部分 当然美国传输白宫有可能会进行 所谓的一些的管制或者是一些 一些管制等等啊 不管啊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其实现在的比特币 你要把它视为是什么 现在的比特币很多人都说 之前大家其实应该这一段时间以来 长久以来很多两派的人都在讲比特币 到底是避险的工具 还是投机的工具 到底是避险还是投机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啦 以我的认知来讲 以我的研判 以我的 所谓的研究完之后 其实我跟大家 比特币基本上是一个投机的方式啦 是一个投机的东西 它不是避险 今天假如是避险的东西 你会发现现在的比特币跟股市的走势 非常的类似 比如说这一段的大涨 是不是股市大涨 它就涨 这一段最近跌下来 你会发现 股市跌 比特币也跌 所以以比特币来讲 它不是一个避险工具 什么叫避险 比如说啊 因为股市的跌 然后把资金转到比特币 变成比特币 两个是逆势的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 股票跌 它不跌 它反而有可能会逆势涨 或者抗跌 我们讲 就不是 它反而 跟股市来讲 它也跌得非常重 所以我一直认为 比特币 它是一个投机的概念 它是让我们去看 让我们去看 到底现在的资金 有没有稍微一点 在去杠杆化的一个 稍微的一个指标 不是全部看它 可是它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所以比特币的跌 当然资金有一点去杠杆化 这个是没错 那我们的指标 我们观察的东西 假如去杠杆化的东西越多 那这个大盘 就越可能倾向于去杠杆化 换句话说 就是还会再大跌 那假如我们观察的东西 去杠杆化的东西是少的 那这个大盘应该短线上就会走稳了 慢慢的走稳之后会进入所谓的一个反弹 或者是回升 不管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我们是这样去判断未来的指数 未来的方向 而不是拿来跟你看看 日KD 什麽 RSI 什麽 好 我不讲那些了 公债殖利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三天 上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的美国公债 10年期公债殖利都是跌的 这个就是通过我所提到的 从多少 从1.898的高点 上周三的1.898 跌到 上周五的1.7669收盘 就是这个 这三点 那你跟我讲公债殖利率涨的时候 股票跌OK啊 那那为什么公债 对不对 所以嘛 那有 我跟你讲 有的人又会开始唬烂了 要唬 其实要讲这种谬论 说真的啦 一点意义都没有啦 他一定会跟你讲什么 因为资金又跑到在市了 因为公债殖利率 代表债券的价格涨 债券价格为什么会涨 因为有人买政府公债嘛 买的人比卖的人多嘛 所以债券的价格又涨了嘛 那就会 假如股票跌下来 他就会跟你讲说 这些从股市退退 因为大家担心 所以跑去买债券 所以债券涨 股市还是跌 那假如股市开始上来 在 殖利率还是跌下来 股市开始上来 他就跟你讲 讲什么 啊 大家预期升息的次数会减少了 随便讲都可以啦 假如要唬烂这些 我很厉害 只是我根本不 不想要讲这些的东西啊 因为这些的东西 随着市场 然后源头都错了 你去跟人家掰这些谬论 然后随事 看盘涨讲多 看盘叠讲空 啊到底是多还空 而这些的东西 其实说真的 也不是这样子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节目久了之后 其实很多的粉丝 或者观众 其实看久了 很多人都说真的 看别人的节目真的看不习惯 看不习惯 因为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跟你讲未来的东西 我们讲的东西也都会有结论 继续看下去吧 你慢慢会懂的 另外一个指标来讲的话 其实刚刚所看到的公在职业的部分 他并没有往恶性的方向去走 原油期货也是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很容易产生一个状况 不管是原油期货 不管是非 所谓的 所谓的像铜锂涅钳等等那一些 或者是其他的期货 等一下我拿一个CRP指数来说 原油期货至少没有跌 所以代表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说真的 他们还最近 其实油价是有点走 然后这边持平 假如今天的油价也是大跌 也是大跌 那就有可能代表另外一个 在油的部分也有一点去杠杆化 有一点去杠杆化 那现在还在这个高档 基本上是OK的 对市场的资金来讲是OK 好 另外一个我拿CRP的指数让大家看 对不对 黄金我忘了印喔 你自己看一下黄金 黄金是不是最近也来讲也是小涨 对不对 也没有去杠杆化的迹象 也没有我跟大家报告 真的严重的时候黄金也是跌的 你自己去研究 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跟我讲避险 避险是在没有去杠杆化的时候 就是在没有股市真的遇到系统性风险 连续性重挫的时候 系统性风险是 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空头啦 就是走空了啦 没有遇到这种的时候 其实假如遇到这种状况 系统性的风险像08年那时候 09年08年09年那时候你去看黄金 有一段时间也是崩的啊 也是崩的 是崩完之后再上来的 所以那个叫去杠杆化 了解吧 那黄金你自己去看也没有啦 那这CRB的指数 CRB就涵盖能源金属 这是一个综合的指数 你自己去看 他至少最近来讲 他还是维持在高档的位置 就是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感觉资金没有在去看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至少 相对上来讲说真的 比较安全啦 我不能说一定会大涨特涨 而是说 这个地方的 从这些的指标来看的话 似乎 你看到的盘势的跌 或者是美股的跌 他用这些的东西来做研判 应该是短线上来讲的话 恐慌往之后会反弹 我应该这样跟你们讲 好 我应该这样跟你说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真的没办法 有时候真的 时间太好啦 那这些东西来讲 美国科技股 好啦 班農娘表现 其实他就是拿了 最近不是半年 其实他就跟你讲什么 他就跟你讲 那斯达克跌7.2% 他拿罗素2000 标普500跟费半跟NASDA 然后跟你讲 那费半是跌 没有跌很多的 最近这半年 标普跌比较多 那NASDA跌 那我们用证据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 他要讲的意思 其实就是跟你讲 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要表达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跟你讲科技股 不行啦 那我问你啊 费半不是科技股吗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我搞不懂 我真的搞不懂 到底大家在想什么 他想要表达 反正算了 那我就做一个图 去年1月份到现在 SNP涨18.8% NASDA涨8.4% 费半涨23.4% 是对罗素2000 只有涨2.2% 其实说真的 你看罗素2000 这种不恐怖嘛 其实说真的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自动时从去年1月份到现在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啦 以美股来讲 其实涨的还是展望家的股票 还是体质家的股票啦 还是成长性的公司啦 只是你不要去买成长性公司当中 他的本益比真的很高的那种你不要买 你买本益比相对上来讲 偏低 比较修正过 然后偏低了 然后未来展望是好的 就如此而已啦 你假如买罗素2000 那他为什么不 所以我才说这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他为什么不用罗素2000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用罗素2000 不知道 好啦 那另外一个 微软1月16号 苹果1月18号要公布财报 那这部分的部分来讲的话 市场预期应... 预期应该比市场好 比市场好的话 因为这个我们过年了啦 我们要过年封关了啦 那我想只要比市场预期来的好 我相信当然就会有多方的格局啦 那其实这个我跟大家报告过 什么反垄断 那个其实意思都在反垄断 没意义 那另外的扩张股的部分 那个我不想讲了 因为没时间 那台积电只是跟着市场 在修正他的本益比 然后稳了他就会上来 那连电啊 连巴跟等等 因为今天我不太想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看的个股就是那些啦 半导体啦 IC设系啦 台积电啦 台积电啦 联电啦 迷你有一滴 其实大概就是这些族群啦 我想我也不再多做说明 我今天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报告这些的东西 最主要是因为 你像面板的部分 其实真的谈起来 这种股票我没有成长信任 大盘谈他当然会谈啦 谈起来真的卖掉啦 真的啦 去买一些展望家的啦 那大摩当然又下修 我不是之前跟大家大摩一下上修一下下修 我也不知道他在修什么啦 反正乱七八糟了 那我想我只跟大家报告啦 投期是一时的成长性才是重点啦 要相信我 投期真的是一时的啦 成长 公司 企业的成长是加的 目前的股价没倍高 未来成长性是高的 我跟大家报告 时间才是这些好公司 好企业的朋友啦 你去买投机的股票 展望不好 展望不好 财报不好 体质不好的 说真的啦 时间是他这些的敌人啦 你拉长时间来看 你就会懂我的意思啦 像GameStop还不是一样 像AMC院线不是一样吗 从72块多 跌到剩10几块 这不是从400多跌到剩100吧 不知道还没有100 所以风险要知道什么是风险 风险来自于你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投资理性如果你不能了解它 我相信你说真的 不要乱投资股票市场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在操作面而言 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说真的虽然是老生长谈 可是你一定要这样做 那精选个股 我们才会逐梦踏实 那当大盘真的有比较大的性格 系统性的风险还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的这些的指标 假如真的产生比较大的变化 我想我们也会 当然会带领会员 来进行进出 我想是这样的情形 跟大家报告 那当然要记得加我们lite GOD58要记得点我 按加1 然后Telegram 建股资金 然后精选个股 竹梦踏 才可以竹梦踏实 短线当中三岸的 长线操作才可以优雅圆梦 OK 反正要过年了 其实说真的 放松心 放宽心 持股比重控制 少一些好的股票 其实现在你真的也可以 真的 其实也不是现在啦 一直以来都要啦 就是把自己的个股啦 进行一下转换啦 真的未来长方不好的 其实卖掉 换股操作 我想会是比较好 那2020年2022 其实也不是 不止2022啦 以后 假如你要竹梦稳健踏实 要获利正成长 巨叉成塔 或者 你想瞧我们的行列 或者你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都欢迎你拨打 咨询电话 080055808 080055808 那最后 祝各位投赚 操作是你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跑掉 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